文 曹婷婷 7月以来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公布了 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上海以12,183元的缴费基数 和7310元的基数下限高居全国第一 这也意味着 如果一个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想交社保 不管收入多少 都得负担至少2558.5元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 社保本来是给每个人托底的保障 有全职工作的人通常不会为社保烦恼 单位会承担大部分费用 然而一旦失去工作 社保就需要花费精力和金钱才能继续维持 有人采取各种方式 挂靠 办理灵活就业 甚至自己开个公司 而现在 随着全国各地社保基数连年上涨 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们 身上的负担又要加重 为此 许多暂时没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和自由职业者 开始权衡教社保到底有没有用 对于他们来说 退休还很遥远 社保最大的作用是和这个城市的连接 买房 买车 过上稳定的生活 社保都是一个基础 而现在 他们觉得 这个连接似乎也没那么重要 社保涨了 然然今年24岁 工作了两年 有10万存款 6月份 他裸辞了想给自己一个Gap Year 体验一下自己喜欢的生活 一番盘算后 存款还是够用一年的 但没了工作 社保也会跟着断 好在5月初 上海放开了灵活就业的户籍要求 他可以以灵活就业的身份 自己交社保 每个月2282元 一年27000多 他把这笔钱预留了出来 计划赶不上变化 7月1日 上海社保基数提高 灵活就业者 每个月需要缴纳2558.5元 多出近300块 都快赶上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了 这让他犹豫起来 太高了 以后我不在上海长期发展的话 其实也不是必须在上海交社保 在上海交一年社保 意味着存款会缩水三成 最终 他选择回家乡安徽交社保 每月只要1200多元 在上海 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 又想交社保 那2558.5元 将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 再算上2000元的房租 一2000元的餐饮和其他开支 6000元 是一个基础的生活成本 而在上海 有大约300万灵活就业人员 分布在网约送餐 快递物流 家政保洁 建筑装潢 网络电商等行业 大部分灵活就业者的月收入都不高 也就六七千元 而且并不稳定 因此 即便灵活就业 也可以自己交社保 很多打零工的人 也没有考虑 在上海交社保 或在上海退休 赚一些钱回老家 是更普遍的想法 根据上海市人保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 包括离退修人员在内 全市参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1536万人 而在七普数据里 上海常住人口2487万 零至14岁 非劳动人口243万 再除去 在校大学生55万人 交了城乡居民保险的 近100万人和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但没有养老金的老人 在上海 可能仍有四五百万的劳动人口 并没有参与社保 根据上海人保局公布的数据 今年以来 上海社保参保人数 已经出现下滑趋势 三月末比去年末减少十万人 五月份放开外地户籍 灵活就业参保后 六月末回升了三万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未来 会不会留在上海 对社保也犹豫起来 没有固定工作的 更是非常佛系 有钱就交 没钱就不交 管不了那么多 社保一涨价 就更不想交了 27岁的上海人蔡明明 最近几个月 正在全职备考砖身本 备考间隙 她在奶茶店兼职 一周去三天 每个月能赚七八百块 勉强够生活开支 蔡明明的社保 已经断脚一个多月了 考试在十月底结束 她准备找到下一份工作 再尝试能否补缴 她听说 断脚社保 可能影响以后的养老机数额 但因为社保太贵了 几乎是她目前 打零工月收入的三倍 没有犹豫 就断脚了 而25岁的内蒙人 接号 两年前大学毕业 带着两万块钱来到上海 一直以零工为生 幸好大学时 在家里要求下 考下了建筑行业证书 遇到项目 她去公司挂靠一阵 能交上几个月社保 没项目时 社保就中断 她不追求连续缴纳社保 因为压根儿没考虑过 在上海买房买车的事情 年轻人们还有很多选择 但对于已经交了很多年的中年人来说 即便突然没有了固定工作 也不能轻易断脚社保 沉默成本太高了 只能选择继续熬 受到社保局寄来的解寒时 徐文和感觉 失业中年人的焦虑又糊一层 信里头提示她 7月起 社保基数提高了 这笔逐渐增加的硬成本 为了养老 却不得不交 徐文和今年38岁 年初从互联网公司离职 算起来 他的社保已经缴够了15年 可以享受在上海的退休待遇 但徐文和不放心 他决定交满20年 他担心 等到自己退休时 年限还可能延长 这种不安全感 来自父辈的经历 徐文和的附近户口 从农村转到城市后 开始缴纳城市社保 等到快满60岁 才发现缴纳年限不够 只好一次性补缴了好几年的社保 如果还能找到工作 许多中年人 不会优先考虑 办理灵活就业 原本 徐文和想着 等处理完家事 自己还要回归职场 他先在朋友的公司做了代缴 保证社保的连续性 等到5月 又决定生二胎 他判断自己往后 很难再找到工作 才转成了灵活就业 和徐文和一样 35岁的陈怡 交社保已经13年 准备再自己交两年 至少凑够15年 今年4月 他从行政岗位上被裁员 因为找不到工作 为了医保不断脚 他只能办理了灵活就业 对于突然失业的中年人来说 多出2000多元的社保支出 生活的负重又增加了 他们也不知道 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找到 什么时候找到 相比社保 找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往往就不用担心社保的问题 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是非常困难的 年轻人天然不稳定 容易跳来跳去 而中年人 则随时背负着失业的风险 2021年 阮阮大学还没毕业 就进了这家公司实习 那时 因为一体化管理 他也被卷入公司的 加班风气中 早上9点打卡上班 下班卡到能赶上地铁 末班车为止 能严则严 最麻烦的是 公司规定 一个项目组要一起下班 冉冉的时间 常常耗费在 等待组员的过程中 不下班的日子 又都在出差 最久的一次 他在外地待了三四个月 每天的生活 只剩下办公室 食堂 酒店 三点一线 冉冉是安徽人 地理位置的接近 让上海成为一线城市中 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出来上海 陆家嘴的繁华 也触动过他 但在相册里留下的光鲜 很快就消散了 班程通勤超过一小时 路上的繁华 是一种与我无关的繁华 工作不止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 也开始侵蚀他的身体 有几次熬夜 心脏开始出现 针扎一样的刺痛感 有一回在公司 他忍不住和熟悉的同事们抱怨 假扮太久了 心脏不舒服 结果领导说了句 正常 熬夜就会这样 轻飘飘地回应 盖住了心脏疼痛的恐慌 而领导自己也有类似症状 然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但他知道 这个环境把病态的事情当成正常 那只能说环境本身是病态的 想离职的念头越积越沉 直到今年三月 一次大面积反攻 让他下定决心 我不想一直等 我不可能永远二十多岁 还是想试试有生命气息的生活 陈怡原本没想过 办理灵活就业 那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 他是待了七年的老员工 年初 领导曾经提醒他 今年会有裁员 最后一天来得很快 公司对所有处于哺乳期 和休产假的员工 进行了梳理 分别进行谈话协商 陈怡考虑 过了哺乳期 保不准公司还会有下一波裁员 可能马上也轮到我 他没有选择留下 拿了八九个月的赔偿 离开了公司 早早拿赔偿走人 也是想抓住金三银四 迅速找到下家入职 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找工作的难度 仍然超出了陈怡想象 面试基本没有到过第二轮 还有一些刺痛 他的对话会反复发生 孩子多大 一岁 我们家三个老人带孩子 完全不用 我操心孩子的问题 对方会追问 这种情况下 你能接受加班吗 陈怡明白 对方这么问 已经表明了 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别大 他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标准 也开始投递前台等岗位 但连检立官都过不去 对方觉得太资深了 超出条件 没办法 陈怡只能考虑转行 他去一家中介机构 当起了兼职 每租售出一套房 就能获得提成 虽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单 但这成为了他的新事业 兼职不需要做班 他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 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中 年轻群体越来越多 摄影师 撰稿人 画师 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种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工资并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 但风险也很明显 接单量并不稳定 街号是模特 主要接一些淘宝商演 展会等活动 他明显感觉到市场竞争 越来越大了 以往他每个月平均能拿到一万左右的工资 但现在错过一单 就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收入 光景好的时候 他的日程表上 未来几个月都被提前预约了 到了今年 招不保息的不安感越来越强 开始出现空荡现象 工作机会缩减的同时 竞争对象也变多了 刚入行时 遇到活动招募模特 十个人里头选五个 到最近 变成了五十个人 中选五个 一些奢侈品活动 被选中的难度会更大 今年三月 宝格力展会选模特 一百个人中选出八个 候选人要经历三道关卡 先筛选个人资料 在线上面是选出二十个 最后线下定最终的八个名额 街号被卡在线上面试 错失了一千块钱一天 持续四十天的大单 除了订单量不稳定 灵活就业者还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 艾影今年二十六岁 在决定成为一位自由摄影师前 她待过两家公司 最后实在不想上班 坐在那里 很占用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还有创造力 因为喜欢摄影 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她 转行到摄影 为了抵抗风险 她同时还在网上做家居博主 也接一些运营工作 她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类 刚转行就有朋友帮忙介绍客户 她也顺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户的认可 但一旦遇到变量 就可能意味着没有收入 去年初 她和男友在上海市驱租了一间工作室 每个月房租一半五 压一付三 几乎搭进去了 两人全部积蓄 结果遇到疫情 关门两个月 那期间没有任何收入 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后 两人注册了一个公司 社保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 但也是自己出 涨价后一个月五千七百块钱 还增加了许多开公司的隐形成本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 人本身都是随波逐流 交不交社保 也变成一件随缘的事情 这一根随功能 除了一面 再也unk